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教授赵宝熙的夫人陈思寇老师 给出了自己积累不少的经验和心得 愿意介绍给中老年朋友们 希望大家更坦然地面对疾病和衰老 接下来志恒以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一下 我今年94岁了 老公两年前去世了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 身体健康 头脑清楚 除了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工 生活基本自理 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 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 青年是学习 中年是工作养家 老年也有目标啊 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 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个目标 怎样尽量减少病痛 过得健康与愉快 我从55岁退休到今年94岁 已经快40年了 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 我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 知识就是健康 最好的保健医是自己 人到70岁以后是老年 老人都一定要注意 学习吸收医学保健知识 要看许多书 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与功能 体育运动 食疗生活习惯 保健按摩 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 此外要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摸索其中的规律 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二 要有毅力 要做自己应该做的 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 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 自己买菜做饭 洗碗散步 自己洗小间内衣 我当然眼泪 也不方便 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去做 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 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 我不到万不得已 就不开这个头 我这样一直坚持到目前 还是如此 三 精神上要有境界 文化生活要丰富 现在老年人太寂寞 盼望着儿女回家看望 可是我不需要 我关心实时政治 对文学哲学 天文地理 戏曲体育都有兴趣 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和生活规律 每天忙忙碌碌 心里很平静充实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 那就是家里不要太寂静 经常要开着电视 就好像总有人与你说话 向你唱歌 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我有三个孩子 每周都回来看我 我儿子离我挺远 我不希望他每周都来 我就对女儿说 你跟你哥哥说一下 不用每周都来 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 他后来就两个礼拜 回来一次 我平时过得很充实 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 老年人要热爱生活 关心时事 心胸开阔 心情舒畅 这样遇到疾病 就能顶得住 第二目标 要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走得快一点 既减少自己的痛苦 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负担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些 但生死有命 但这些也可以势在人为吗 我认为 想要走得快一点 首先要做好要走的思想准备 该走的时候干干脆脆 无牵无挂 了无遗憾 我来告诉你我的体会 一 不怕死 从七十岁时我就想 人活七十古来兮 何况还有许多偶然因素 黄泉路上无掌幼 所以活一天就赚一天 我现在就活得很痛快 好多知识学不完的 我从来也不寂寞 我不喜欢跟街坊邻里的老太太们 聊家常里短的事情 我觉得不如看电视 能得到很多新鲜知识 我爱看足球 网球 台球 我是丁俊辉的粉丝 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 我也是很关注 这样 我心情很舒畅 对疾病就能顶得住 精神上 只有达到一定境界 才能超越生死 超越了生死 才能放下生死 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气 人的寿数到了 就要顺其自然 犯了病还抢救他干嘛 身体功能衰竭了 无疾而终 顺其自然 这是福气啊 你说是不是 古人说 名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老来不怕死 就活得轻松 生活质量就高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 一天一天活过来的 事实证明 越是不怕死 就越是死不了 我现在已经94岁了 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是72岁 我觉得 自己赚到的已经太多了 二 不爱钱 许多老年人 越是到了晚年 越是资猪必较 把钱抠得紧紧的 他们真的是没想明白啊 我现在每个月 有几千元的退休金 根本花不完 所以孩子们来看我 我都自掏腰包 请他们吃饭 而女过60岁生日 我每人送上一万元 我心想 自己也就这几十万元的存款 等我死了 儿女们来继承 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会感激我 不如现在就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 弄个皆大欢喜 何乐而不为呢 三 放下自我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 只从自己出发 想来想去 总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 或者是领导对不住自己 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 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 特别是儿媳妇 又如何如何亏欠了自己 内心总是不愉快 这又是何必呢 要想得开 就一定要放下自我 换位思维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抚养大 儿女就该回报你 儿女都有儿女的事情 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 回想一下 你自己的父母还在事实 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 照顾了多少 我从不要求儿女来陪我 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很有规律 说真的 他们来了 我还嫌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是常态 儿女来看你是惊喜 这样就不会心怀不满 常感到落寞了 不要回报 只要奉献 我养大了儿孙 是我的奉献 但我不图儿孙给我回报 我一直以助人为乐 若能帮助到他人 我就感到快乐 能给周围人带来快乐 我就感到快乐 一位老师 经济上有困难 我给了他点钱 他向我表示感谢 我说 您甭谢 这样做自己高兴 与人的感情要真挚 但不要太缠绵 我们院里有位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了 她一直放心不下 总是卑卑怯怯的 爱情深厚可以理解 但总不能整日以来洗面 多愁善感去当林丹玉啊 儿女们也一样 我爱她们 当然舍不得分离 但是既然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不愿意 她们将来被悲伤所累 所以现在就不去和她们太缠绵 不要她们一天到晚总往我这里跑 至于孙子辈 不用我说 人家早也想都不想了 这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吗 总之 只有放下自我 才能战胜生死 充分享受生气 至于身后之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是我应该费心去想的 听陈老师一席谈 真是受益匪浅 她那冷静与深邃的理性 令人深深蛰伏 她那彻悟后的诙谐幽默 又令人忍俊不禁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